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,我是洛洛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内容 汽车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普遍存在的,没有房子的人也一定会有一辆汽车 因为出门比较方便一些,在德国有一个奢侈的汽车品牌,那就是保时捷 能开得起保时捷的人一定是土豪级别人物 保时捷的车型非常的酷炫无比,性能也非常的好 但是小伙伴们,你们有见过两个轮子的汽车吗? 这波在最近来自巴塞罗纳的贝尔团队突发奇想,将保时捷996车型做了大的改装 改装成了一辆世界上最小的保时捷跑车,他把车身都去掉了 只留下了车头和车尾,里边只有一个座位和两个车轮 都没有方向盘,这样让人很是怀疑,没有方向盘的车子还是汽车吗? 叫他汽车,不如说是一辆平衡车呢? 在车座椅的两边增加了两个操作感,这个就是来调整方向的 他们就是方向盘的替代者,为了平衡,其中还增加了平衡技术 小伙伴们,这辆车看上去是不是更加的酷炫呢? 开车上路回头率极高,这才叫做360度无死角敞篷跑车 这就不知道能不能真正的开出去上路了呢? 小伙伴们,你们对这样一个大胆的改装技术有什么看法? 欢迎前来分享 好了,本期分享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 本视频做采来网络,又乐乐平衡剪辑